中新网5月23日电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22日接受访问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他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蔡英文采取与大陆对抗的方式 他反问美国就一定挺你吗 郭台铭表示他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理念就是和平安定 经济未来 他认为自己跟韩国瑜的想法是相近的 但他强调他的方法与韩国瑜不同 郭台铭还提到自己管理鸿海集团的百万大军 他的方式就是识人善用 重制度 重系统 赏罚分明 郭台铭强调政治要帮经济服务 地方要发展什么产业 应该要自己选择 然后定出资源分配跟资源规划 他将采取轻负减证 减少地方的负担 也减少台当局对地方的干预 将地方当作经济试点城市 希望能帮助地方活络 但郭台铭也说 我可以少管你 你也不要来跟我多要钱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